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滴滴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男孩从小就长着胡子的喜剧电影 超级洛佩茨 胡安的父母是S星的科研专家 因为星球统治者想把胡安当成武器 父母将他送去了地球科技最强的美国 但中途胡安的飞船撞到卫星拐了个弯 于是降落在了离美国几千公里以外的西班牙 正好被一对修车匠夫妻撞见 飞船一打开里面是一个长着胡子的宝宝 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但因为夫妻俩一直没能补育后代 于是他们把胡安带回家收养 这边统治者为了抓回胡安 把自己的女儿白毛女派去了地球 但因为走错了方向 所以没能够找到胡安 就这样胡安在修车匠家渐渐长大 除了异于常人的胡子之外 他还具备力大无穷,速度敏捷 以及用意识控制物体等超能力 但这种意识也让他渐渐地被小朋友们孤立 为此胡安努力地隐藏自己的能力 长大之后他成了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虽然上司时不时地压榨他 小混混偶尔欺负他 但胡安都忍了下来 但直到一次他在等地铁的时候 列车突然失控 他终于使出了自己的超能力 他快速地跑到失控的列车前方 用消防栓拦下了飞奔中的列车 这一切都被摄像头给拍了下来 白猫女也因此发现了他的踪迹 他利用胡安的超级听觉万里传音 让他来找自己 胡安顺着声音来到一栋科技大楼 他一去到那里就被机器人团团围住 胡安拼死从里面逃脱 却将自己的外套落在那里 白猫女从他的外套里找到一张名片 知道了他的转类 原来胡安有一个喜欢的女人叫做路易莎 这边胡安逃出来之后回到了乡下 在他的逼问之下 父母终于告诉了他真相 胡安打开当初载着他来到地球的飞船开关 一个人像立马显现出来 这个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父亲让他长大之后回母星拯救他们 可现在的胡安还不会完全地使用超能力 所以他要先开发自己飞行的能力 为了符合他超能力者的身份 妈妈用飞船上的布料模仿超人电影 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爬上家里的楼房向下一跃 什么事情第一次都不会太顺利 路过的小孩嘲笑胡安 他恼火地比了个手势 没想到就这么飞了起来 这时路易莎来了 但是他的行为十分奇怪 原来这是白猫女派来抓他的假路易莎 假路易莎十分的坚硬 并且力大无穷 胡安并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一旁的妈妈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胡安采用一根火腿敲断了他的脑袋 胡安意识到路易莎有危险 于是立马赶去带路易莎离开 但路易莎根本不相信他说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超能力 胡安准备飞上一旁的建筑 却被一群玩cosplay的人打了岔 而路易莎也在这个过程中 被白猫女派来的人掳走 胡安不得已只好只身前往科技大楼 发现一同被抓的还有自己的朋友 就在胡安准备就俩人离开时 一阵深波震得他头疼于裂 为了激起他的斗志 路易莎和A开始疯狂地辱骂胡安 在辱骂声中他站了起来 并且用镭射眼烧毁了舱门 成功地带着二人逃走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 这激怒了白猫女 很快白猫女就找到了胡安乡下的家 并控制着一个变形金刚来对付胡安 胡安的父母和A因为各种骚操作 先后被吸进了机器人的体内 而胡安则被机器人一脚给踩晕了过去 路易莎因为在车上绑着安全带 才幸免于难 在他的呼唤之下 胡安终于清醒过来 胡安用自己可以呼出冷气的超能力 将机器人冻住 然后把他推进了游泳池里 这下他终于打败了白猫女 最后胡安留在了地球继续当超人 而白猫女带着假的胡安回到了母星 这部电影致敬了经典电影超人 但因为情节上和超人过于相似 不免让观众觉得乏味 但电影整体是轻松会谐的 做一部爆米花电影还是OK的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哦 咱们下期见